美国股市昨天维持续涨 道琼指数小涨收盘235点 幅度0.58% 那史达克指数涨比较多 超过有1% 涨174点 续强回到17569点 标普指数上涨41点 幅度0.75% 来到5595点 只有前几天涨比较多的备半指数 昨天稍有小回 小回11点 幅度是0.2% 市场普遍预期 下礼拜的联准会会议 应该就降息一码左右了 那另外科技股的部分 昨天延续涨势的 是有包括博通 还有个股的部分 像是辉达 另外脸书 Meta 亚马逊 都是上涨超过1% 到4%不等的 微软特斯拉 还有超微 也维持小涨作收 那反而是美光跟英特尔 出现震荡 稍有回测 那另外呢 讲到了最新消息 这是台积电 台积电呢 在股价上的表现 昨天一天之内完成了填席 灰达的新晶片 第四季的出货 都要靠台积电 执行长黄仁勋呢 出席了高盛会议当中 特别提到台积电 而且赞扬台积电 说呢 没有台积电不行 现在呢 供不应求的情形 有些令客户跳脚啊 但是呢 他特别点出 在亚洲供应链的重要性 就是台积电当第一名 紧接着 跟这个台积电相关的 半导体供应链 都是非常密切而复杂的 这个环环相扣 都很重要 尤其台积电呢 大幅度扩充了 先进制程的封装产能 黄仁勋也大赞台积电的 灵活 隔且 特别透露明后年 两年会有持续扩大 产能的规模 而国内呢 前三大的封测厂 包括日月光 包括历程 晶圆电 在先进封装的需求 强劲下呢 市场看好三大封测产值 跟明年的营运期待 而昨天台积电除息 首度在继配息4块钱 又很顺利的秒填息 这是第16次 当日就完成填息的表现 再看到之前 台积电的ADR收盘 在今天是续涨的 台积电上涨来到了 是171.43美元 上涨1.83美元 涨幅有1% 而期货业盘 台积电续涨 涨到946块 涨到946元 而昨天外资 有买超台积电2万张 买超是第二名的个股 连电ADR收盘 也是下跌 稍有拉回 跌1.49% 外资有买联电 也买了快2万张 买超第4名 但是ADR是稍有拉回 日月光ADR收盘小跌 那外资昨天小买700张 有达上涨 幅度1.8% 外资只小买200张左右 那看看外资昨天回补台股 昨天外资是买进台股 昨天三大法案一起买超台股 这比较特别 已经好久没有看到 三大法案一起有买了 那特别是外资买进的标的 要值得注意 不过呢 看得出来 买超还是感觉有点保守 为什么这么说 除了台积电 因为除息之前先跌过 所以呢 这一买2万多张 刚好顺应之前 前一天 这辉达走高的利多条件 所以他买台积电 没有什么疑问 但是呢 他其他的个股买的 都是跌升股 包括了鸿海 包括了联电 包括了伪创 包括红基 这些电子股 几乎清一色 全部都是跌升的 低位阶个股 那除了电子股买超之外 他还是买进了 再次的ETF 代表说呢 还是比较偏 这个买送分体的部分 买超原大美 在20年第一名 3万多张 那其他个股的部分 是高息的ETF 有做回补 因为之前 是一支卖一支卖的 所以这些个股的低位阶 反而成了外资 先选回补的首选 代表说外资 虽然昨天回补买超台股 但是买的都是安全牌 都买这些低位阶的个股 这一点都要留意 并没有想要攻 所以先在防守的 动作买比较多 那外资还续卖的卖谁呢 卖超调节个股前10名 卖超反一 终于做了油买转卖 因为之前是买很多 所以昨天当然就顺势的 做了砍出 另外中信金台新金 还是外资续卖的个股 这两家公司都要加强 这个价码去买新光金 成本压力大了 所以外资一直卖 所以卖中信金台新金 但买进新光金 其他个股是卖超群创 卖超元大金华通 大同中石化 还有远东银 这是外资卖出的个股 投信的部分 买超标的中信金连电 华南金第一金统一 长龙航空雅尼 日月光远传金元电 买超看起来还是跟 ETF的买盘比较有关 好 再说到今天各大早报消息 联发科昨天也做了反弹 采用台积电的三奈米 打造的天机车用智慧座舱 解决方案流出 现在跟易华电脑 还有相关的厂商来做合作 要拼崭新的智慧座舱 这是为了车用的市场 来了 在这里看到它有新的设计 好 另外是甲骨文联手辉达 也大吃AI商机 尤其是台厂的AI商机 现在呢 现在甲骨文跟辉达一起合作 现在云端服务业者扩大AI投资 对广达 伪创维影 音业达 何硕跟鸿海 是有相关利多商机的 而AI电脑试矿也有在回温 今天呢 看到细维 细维今年受惠于 AI电脑的试矿回升 而且激励股价走高 细维的董事长说 看好下半年的营运 而且呢 明年都已经预测到了 一定比今年还要好 另外是万润 万润最近几天股价表现也很强势 半导体的设备厂万润 今天股价走高 是站在所有均线上方的 待会我们会给大家看看 能够在今天站在所有均线 站上全均线的个股 这些个股会不会成为 强股当中的强势指标 那半导体设备厂万润 今年在客户先进封装设备 强力拉货带动下 昨天公告了8月份字节 每股税后存益1.69元 年增率超过20倍 累计前8个月的EPS 8.06元 全年EPS有机会突破 史上新高的11.47元 这公司今年跟明年的展望 是渴望持续延续表现的 然后看看这些个股的部分 能够像万润一样 站上全均线的有哪些 包括了有创围 包括有灵光 还有侨服 都是在昨天涨停板 而且强攻站上所有军线的 威胜新复兴 个股当中还包括了有 铜鞋 永光 重达百一跟万序 另外也包括有 像个股当中的上利万润 创威 预付跟军豪 很多也是半导体的设备概念 也呈现走高 站上全军线 续墙表现 个股当中也看到 长华联电 宜利电 长荣航空 还有包括原项 这些都是站在全军线 上扬的强势股 另外则说到最近消息 这是鸿海旗下的龙腾精密 最近产展了中国的光博会 展现了细光子产品 这也展现鸿海集团 在光通讯领域的技术突破 鸿海股价做了反弹 光通讯族群个股 在昨天表现也不错 包括了像华星光 攻高涨停 迅星攻高涨停 所以看到这个光 目前还是大盘当中 表现比较出色的续墙股 商城市AI快速发展 高速运算与传输需求 也跟着激增 鸿海旗下鸿腾机密 参展CIOE中国光博会 秀出最新光通性解决方案 特别是针对数据中心 应用产品 都采用了细光子解决方案 不仅如此 鸿腾近期也与上游晶片合作伙伴 共同研发共同封装光学原件CPO技术 母光素鸿海则正评估在欧洲设立半导体封装厂 把集团的先进封装技术放到当地发展 并积极研发细光子 共同封装光学原件等技术 光通讯市场现在引起很大关注 台积电前董事长刘德英 跟他台积电的首席科学家 黄汉森博士 在iEEE投稿发文指出 AI的系统晶片在高速传输上 有线通讯将成为一个巨大瓶颈 所以细光子技术将成为半导体产业中 关键的解决方案 随着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最新表示 AI晶片需求强劲 COVS系光子领域受市场瞩目 激励相关概念股12号强涨 包括华星光奔上涨停板 联雅涨于8% 薄弱为静阳7.77% 以及联军涨于5% 我觉得系光子大概真正成熟落地的时间 会在HBM4 高宽屏记忆体晶片的下一代技术 大概是2027年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因为HBM4 它的频宽跟资讯的传输量 是现在的技术的数倍以上 在这个时候 必须引入细光子的相关的光学传输 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巨大的频宽评级 根据专家观察 台湾在系光子产业上 拥有半导体制造技术领先全球 强大的研发能力 与成立系光子产业联盟等三大优势 与其系光子将在未来两三年后 HBM4量产上市时 扮演关键角色 记者杨恒林秋强台北采访报导 台湾大董事会昨天通过 要用巨额交易的方式 再买进京城资讯 现在京城以昨天收盘 加120块钱算的话 台阁大可能估计还要入资 35到40亿元 好 另外还有包括水冷散热的商机 现在看起来大爆发 在泰国厂 租厂因应泰塑在下血本 将泰国的资本支出 由之前的100万美元 扩增到2亿泰铸 投资金额一举成长了超过5倍 要大举投入水冷商机 另外车用领主件的部分 又看到了东洋 东洋无据汇损 自节前8月的税前盈余 35.53亿 年增率高达51% 每股税前盈余达到5.87元 写下新高数字 所以看起来的确看到股价的表现 维持着走高的行情 另外是航运股的部分 最新消息 这是海运业开了第一枪 这阳明海运宣布 明年第一季没有办法回到 红海航线上 这阳明昨天也特别强调 明年第一季持续要绕到好望角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运价下来很难了 长榮 万海 日前也都表示 红海市场现在很难 在这里恢复 还都是要绕到的 所以目前看起来 只能看到报价 应该会有稳定 而且上扬的条件 加上了美东罢工 码头罢工事件很难平息 物流业者又预告 这几件事情的情况下 短线上运价可能继续的 有反弹 回到一年运价高点的可能性 另外是金融业的部分 大家关注 台新金调整并购新光金的聘金 成为市场关注的热题 这个话题重点 但是分别调高 这个报价 新光金股价反而下跌 台新金中信金昨天也拉回 因为台新金跟新光金 都有大股东质疑 用特别股的方式入股 等于是向新光金的股东 借钱买自己 三年期满 我们就全部收回 那在这中间 我们会去申请新种特别股的上市 所以您可以说 您如果需要把它卖掉的话 是有出厂退厂机制 您如果决定留着 那这就等于是一个三年期的定期储蓄存款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保障的类现金 新信命聘金传出加码 台新金12号晚间不仅宣布调高换股比例 还多了一项新光金一股 可以换的0.175股新种 台新金特别股 台新金总经理林维俊指出 特别股等于就是类现金 不过却引发了部分股东的不满 目前我们这个没有盈余 那可能就是要累积了 那所以我想没有到实存实美了 所以他们认为说 这个部分还是有一点差别 新光金董事会上 仍然有两席投下反对票 此外大股东林博翰 也在脸书社团新光金自救会上发文 指出要用特别股并购 还有两大难关 首先新光金等于是向股东借300亿元来合并 三年后才还 每年只配发1.665%股息 不仅比五大银行一年期定存利率还低 股息还有可能被通膨吃掉 而且金管会一直以来都不支持并购 以发特别股的方式来筹资 另一方面 这次发新的新种特别股 性质上可以说就是债 发行之后可能让台新股本膨胀 三年到期赎回也会让资本弱化 对此专家也指出 以台新金所提的配息利率 及并购价格来看 其中的利弊还需要新光金股民仔细审视 他在特别股的这个操作上 其实他也是不想要这个中信金 金管会这边如果通过的话 他会拿到比较多这个所谓台新金的这个股权 后续还是要观察 到底这个金管会这边 中信金的这个案子会不会过 中信金9月20还有一个这个董事会 他们会不会在整个这个价格的部分 在做提高 台新金总经理林维俊更质疑 中信金6月底的财报账上现金 只有新台币2.8亿元 在筹措收购资金上面 恐怕难以跟金管会交代 也在记者会上质疑 中信金大股东估重量 涉入红火案涉嫌背信 对此中信金则是回击 绝对有能力收购 此外估重量更二审及更三审 均判决无罪 涉嫌掏空中信金及利益输送 国保集团总裁朱国荣 也同样是无罪确定 这波双龙抢猪戏马 仍然未完待续 记者赖北京 严连凯台北采访报道 台新金用重讯宣布 要加价25%来并购新光金 还说要动用到什么特别股 去买新光金 甚至还质疑 中信金大股东司法案件 甚至账上现金可能不够 等等的疑问 昨天中信金晚上 也对此发出了五大声明回应 说账上现金没有问题 也没有所谓的乱定价 那反而用特别股方式的台新金 形同是向新光金借钱买自己 才有现金不足的问题 在这里做反击 而且他们也声明 第二次的收购 剩下的49%的股权 一定会跟第一次 一样的价格进行收购 中信金在这里做保证 那当然看到了对于中信金 台新金要抢清新光金 都分别提高价码 外资看起来是不认同 不喜欢 外资在昨天的持续的 还是对于中信金跟新光金 同步的都站在卖方 感谢观看起来是不认同 外资在连续的 那是不认同 外资会 但是有死定的 如同 有死定的 也许